这就是宋徽宗召集笔下的励志 画卷中药艳饱满的励志鲜嫩欲滴栩栩如生 郭德纲曾经说过 宋徽宗除了做皇帝不行其他干啥都行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幅画 走进这位天才的画家浪漫的帝王宋徽宗召集的绘画世界 作品一锐鹤图 这幅画又便为庄严耸立的汴梁轩德门上方踩云缭绕 十八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翱翔盘旋 图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意雷同 整个画面生机盎然写实力很强 左边为宋徽宗寿经书叙述一段的真迹 作品二厅情图 画中的主人公身穿皇冠姿服做到事打扮 坐在石凳上双手轻轻地拨弄着琴弦 围观的三人在听到音乐后 不同的神态不同的姿势都刻画得唯妙唯笑栩栩如生 作品三文绘图 该画描绘的是文人学者以文绘有饮酒附诗的场景 千年的劳柳古怀下文人们铺陈巨岸 岸上的盘蝶酒制排列有序 岸旁喝酒的和服务的共十八人 另有两人树下相谈甚欢 图中两株繁茂的树木 并无杂乱夸张之感 条里分明且细腻真实而生动 作品四芙蓉紧机图 此画是宋徽宗召集创作的卷本双勾中彩虹笔花 画中两只彩蝶追逐细细 亦从秋菊迎风而舞 最为惊艳的是画里抓住紧机飞灵的瞬间 力量动感都凝固在其重力登出 芙蓉花一只也被带得清洗 弯曲中间挺拔 挺拔中间恶魔 紧急的羽毛斑斓滑跪 造型推敲有度 一双凳的溜圆的眼睛凝视着蝴蝶 神情专注 作品无血将归照图卷 此画描绘的是下雪后一幅白雪封山银庄素果的山水画 江中古罩片片归番 岸边点点西书行人 使整个画面在平稳安静中仍显出生机 画卷左上方为宋徽宗受精体书写的一顿武士 但就是这么一位才华横移的皇帝 很可惜的是他被巾帼掠走并囚禁了九年 最终活活被折磨死在了牢房里